没有房产证的房子被拆迁了 该不该得到相应的赔偿呢 无证房屋都是违建的嘛 就一定没有补偿吗 其实不是的 有时候这只是征收方的一种策略 利用老百姓的法律支持欠缺 不许补偿或者是压低补偿 比如以下这几种 胡证房屋必须补偿 50至80年代的胡证房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房屋 都应当认定为是合法建筑 90至07年的胡证房屋 只要当年没有认定是违建 那么应当认定为是合法建筑 只是补偿不高 2008年以后的新建 无证房屋 补偿也不会太高 但是还是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总的来说吧 房子建的年代越久 补偿就会越高 比如说 某地无证房屋补偿标准 2008年至2010年的房屋 参考正常房屋的80%比例 进行补偿 2011年至2014年的房屋补偿 为60% 2015年至2017年的房屋补偿 是40% 这是属于地方的人道主义补偿 最后 根据今年年初 住建部的文件要求 2018年违建房屋 无补偿 另外 有一条重要的判定时间线 就是2008年 因为2008年 城乡公开法是正式出台 对于胡证房屋和违建房屋 有了具体严格的规定 凡是2008年起 未批先建的房屋 都是属于违建房屋 补偿都会受到影响 而对于2008年之前的胡证房屋 根据法不速既往的原则 不许追究 要按照正常房屋 进行补偿 总的来说吧 如果房屋是2008年前修建的 那么是可以正常补偿的 如果是2008年以后修建的 那么补偿就会受到影响 具体补偿 需要参考各地的拆迁政策 房屋院落都有所补偿 对此小伙伴们 你们还有什么 要补偿的说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好了 点凶